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翻了他手中的水 如意在御花园遇到加飞 加飞在如意面前走打婴儿 这时皇上赶到 皇上见婴儿手臂上满是伤痕 斥责加飞 如意想借机让皇上放燕婉出宫 将她许给林云彻 燕婉称自己愿意侍奉皇上左右 皇上便下令让燕婉到育前自后 还让加飞回公司贡 皇上称加飞如此 是想折辱如意 自己把燕婉调到育前 加飞就知道了自己的心意 如意离开 感慨林云彻和燕婉 再无可能 让索欣智慧林云彻一生 燕婉来到养心殿 静忠告诉她 只有成了皇上的嫔妃 才能平步青云 静忠让她好好打扮 去给皇上浸查谢恩 燕婉来到皇上殿内 提起自己曾与皇上相遇 皇上认出燕婉 曾照顾过大阿哥 燕婉提起 皇上曾对自己